大家都知道,萤火虫发光是为了求偶 那你知道五月底左右要到哪里才能看得到吗? 其实现在到六月都还可以在台湾的高海拔地区看到萤火虫哦 今天阿姨师傅要带大家画萤火虫 大家可以把作画过程记下来,之后跟着一起画看看哦 先准备一块画布 这次示范用的画布是之前涂过其他颜色的 金羽毛的颜料覆盖幸好,可以把之前画错的重新再画一次 首先会从天空、树、草、小茎、萤火虫此顺序画 夜晚的天空渐渐完成 接下来画树,抵直地往上挤颜料,保留一点空间,那边是光的来源 接下来画草地吧 预留森林中的小茎位置 开始刻画小茎的部分 画上一株株小草,之后一次画完细节 用手指撒上点点,作为萤火虫的光点 完成啦 字幕志愿者 杨株小茎